奔跑的战车喷射着汹涌的火焰 但这丝毫阻挡不了身后那可怕的巨兽分毫 空中的围巾战机开启了机甲形态 但它疯狂的扫射却只如旁壁当车一般 紧随其后的虫族大军冲向了前方的城市 空中的战机扑销而过 它们的目标是天上的虫族母舰 猛烈的轰炸对体型庞大的虫族母舰来说根本不痛不痒 无数蝗虫从天而降 坠落地面时掀起了巨大的爆炸 无需多言 周围的人类士兵赶忙疯狂的扫射 但他们转眼便被凶猛的虫群淹没 城市的外围已经彻底人线 后方的巨型坦克转变成炮台形态 镇天焊地的炮火声响起 虫群之中闪耀出致命的火光 但汹涌的虫群汉不畏死 毅然前护后继的向前冲去 但就在此时 一个恐怖的阴影唾唾而出 可怕的是地虫竟然直接出现在人类阵型的后方 空中的翼龙 巨大的雷兽 污垫在地的虫族已经如潮水一般涌向了人类大军 后方的城市已经岌岌可危 而在远处人族的大河母舰已经陨落 巨大的火光吞噬了整个城市 废墟上面的高峰女王傲然而立 冰冷的眼神中仿佛不带一丝情感 等他紧闭的双眼再次睁开时 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人类基地之内 一段记忆随之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原来是雷诺拯救了自己 在前哨基地内 雷诺一路眉头紧锁 电子屏上的是凯瑞甘血液毛发 甚至是骨髓的研究报告 显然科学家们已经对这个难得的实验体 做了大量的解析 最后一道钢铁大门缓缓打开 雷诺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爱人 虽然经过神器力量的洗礼 但虫族的基因已经彻底融入了凯瑞甘的体内 雷诺希望带着爱人远离这一切 而凯瑞甘却根本无法放下心中的仇恨 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正是因为元首蒙斯克的出卖 让他落入了虫族的手中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手刃仇敌 但显然蒙斯克也知道这一点 远征军还未返航就遭到了袭击 幽灵特宫诺娃带队杀入了实验基地 雷诺赶来十晚一步 然而大门之后突然传出七坦的哀嚎 一股恐怖的幽灵直接将其掀翻 废墟之上唯一战力的人影正是凯瑞甘 雷诺此时终于明白 只要蒙斯克还活着 他们就不得安宁 然而没想到之后的袭击让两人就此失散 随着越来越多的敌军传送而至 远征舰队不得不就此撤退 而凯瑞甘选择独自留下寻找雷诺 空旷的控制室内 尽管知道希望秒忙 凯瑞甘还是一遍又一遍的呼叫着雷诺的名字 忽然背后的动静让他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竟然是只残存的虫后 而此时电台中传来的信息让他心头一痛 帝国元首宣布已经处死了吉米雷诺 悲伤和痛苦让凯瑞甘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失控的幽能从他体内喷涌而出 悲伤过后 他看向了身边的虫后 随后坚定地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重新设定了航行坐标 而目的地正是原始虫族的母星 那是所有异虫最初诞生之地 这里有无穷无尽的非暗能量 异虫在这里互相吞噬 而最终胜出的那些就会过得可怕的进化 母星最深处的血池中 漂浮得触须风锐的鼓掌 凯瑞甘终于再次魔化 震天的巨口响彻云霄 宽渡的幽能直冲天际 无数虫族在欢腾 刀锋与王回来了 帝国的军事基地内 密集的枪炮声响起 哪怕枪口冲锋都不敢停歇 猛烈的射击中 一道可怕的身影杀入了人族军阵 恐怖的幽能从凯瑞甘双目中涌出 巨大的能量让士兵不由自主的足空而起 刀锋与王终于来到了帝国元首蒙斯克的面前 但眼前的这个凡人显然早有准备 随着机关启动 恐怖的电流喷射而出 谁也没想到蒙斯克竟然弄到了神器碎片 强大的能量让凯瑞甘痛苦不堪 虚弱的刀锋女王就这样被击倒在地上 但黑暗中一只巨大的手掌 抓住了不可一世的元首 竟然是本该死去的吉米雷诺 原来当初雷诺被秘密关押 本来是用来挟持刀锋女王 没想到凯瑞甘提早将其救出 终于到了复仇的时刻 他休想那么舒服地死去 一切终于结束了 无数虫毒飞向了天际 海瑞甘望向身边的爱人 缓缓地升上了天空 未来还有更恐怖的敌人 需要他们面对